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讲我们主要介绍词的一些基本的知识 到下一讲的时候我们就要具体讲作品 下一次大家来的时候就把唐五代词的那一本拿过来 我们先看词的名称 词就是歌词 唐五代两宋时期的词 词就是为了配合艳乐的演唱而填写的歌词 所以通俗都讲唐宋词 就是唐宋时期的游行歌曲 我们先看词的名称 词的名称比较多 第一个名称就是曲字词 你看我们把从东黄墨高窟发现的唐五代词称为东黄曲字词 这个称呼是非常正确的 因为词最初的名称就叫曲字词 曲字代表音乐的部分 词代表文学的部分 曲字词可以说最能体现词这种音乐文学的特点 这是第一个名字 第二个名字是曲字 你比方说灯黄墨高窟发现的唐五代的词当中 有一个最早的词集叫云瑶集杂曲子 云瑶集 在后进的时候有一个宰相叫何尼 何尼年轻的时候填了很多的词 后来因为要当宰相了 他就让他周围的人到处去把他的作品收集拢来 然后复制一句 就认为这样影响不好 因为宰相还做宴曲呢 但尽管这样子 后来那个启丹人称他 还是称他为曲字相公 曲字相公什么 就是说你是一个宰相 但你是一个做曲字的宰相 因为我们现在话说 你是一个总理 但是你是一个流行歌曲的总理 第三个就是歌曲 你比方说江白石的词就叫白石道人歌曲 曲字 歌曲这两个名称 突出了词的音乐内涵 但是没有突出它的文学内涵 这也说明一个问题 说明在唐宋时期 词的音乐性是第一位的 再就是一个名称叫乐斧 比方 苏式的词就叫东坡乐斧 乐斧这个名称呢 在今天看起来是有点模糊的 因为它很容易 让人把艳乐歌词的唐宋词 作为清乐歌词的 捍卫乐斧等同起来 因为乐斧这个名称 我们并不陌生 我们在学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时候 就接受到乐斧 甚至更早在汉代文学的时候 就接受到乐斧 但是那个时候的乐斧 他配的音乐是什么呢 他配的是清乐 我们现在讲的唐宋词 配的是什么音乐呢 是艳乐 音乐的系统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苏式的词 东坡乐斧 看乐斧这个名称 现在看起来就有点模糊 这个我们要强调 这就是长短剧 你比方说星期级的词 就叫嫁仙长短剧 长短剧这样一个名称 也有一点模糊 因为它只注意到了词的句式特点 而忽略了它的音乐特点 其实我们知道 在诗经里面就有长短剧 乐斧里面也有长短剧 长短剧并不是词里面才有的 再叫诗语 诗语这个名称意思就是说 写词只是作诗自语的一种爱好 就人们把写诗当作是很正规的事情 而写词只是一种业余的行为 所以这明显的就包含着 对词的贬义 你比方在宋代有一个很流行的歌本 叫草堂诗语 草堂诗语所收的作品 都是为了印歌而编的 这词的名称主要是有这么多 当然还有一些 你比方说刘勇的词叫乐章 还有一些简单的就叫歌等等 但是主要的就是这些名称 在这些名称当中 曲之词是最好的名称 最能反映词的特点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我们讲讲词的起源 讲讲词的起源 这个大家看一看就行了 反正适当地做点笔记 过段时间他们剪辑起来之后 它挂到网上 大家就可以看了 我们讲讲词的起源 关于词的起源 大概有这样几个观点 第一 诗经时代说 有人说词起源于诗经的时代 你看诗经里面有长短句嘛 词的主要形式也是长短句 所以他们认为诗起源于诗经的时代 比方说长洲派就是这样一个观点 但是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它不符合事实 它完全没有顾及到词所配的音乐系统 我刚才讲的词的音乐系统是艳乐 诗经的那个时候哪里会有艳乐呢 第二呢 六朝说 有人认为词起源于六朝 它的依据是 因为词的那种婉乐的风格 和六朝的乐府民歌有相似之处 尤其是南朝的民歌都很委婉 很华丽 很华丽 和后来的唐宋词有相似之处 所以他们就是起源于六朝 那么这个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把清乐歌词和艳乐歌词搞混乱 六朝的六朝的乐府 他用的是清乐歌词 清乐 唐宋词用的是艳乐 第三 中唐说 可以说在1900年以前 许多人都认为词起源于中唐 他们的依据是 中唐的诗人 王健 戴书伦 刘雨昕 白居易 张志和等人的词 这些人都是中唐的诗人嘛 中唐的诗人写了词 所以他们就认为词起源于中唐 但是自从1900年 敦煌曲子词被发现之后 多少人的认识就改变了 因为在敦煌曲子词里面 人们发现了唐玄宗时代的作品 也就是说发现了盛唐时候的作品 敦煌曲子词的被发现 是一个很裸然的事情 我们下一讲的时候 就讲这个问题 第四 晚唐说 有人认为词起源于晚唐 这种观点是把词的产生 与词的成熟搞混了 因为一种文体从产生到成熟 中间有一个过程 晚唐的时候词就已经成熟了 所以说词起源于晚唐 这个也太晚了一点 第五 圣唐说 考察词的起源有一个根本的原则 就是艳乐的起源的时间 艳乐起源的时间 那么艳乐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 我们首先看艳乐是一种什么样的音乐 艳乐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 就是一种胡乐化的中国音乐 古人称为胡以理相之曲 胡以就是少数民族嘛 理相就是民间嘛 所以艳乐的来源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西域的音乐 就是胡以之乐 一个是中原和江南的民间音乐 也就是理相之曲 像这种音乐 像这种音乐只能形成于水塘之际 为什么呢 因为国家统一了 内地和西域的交流 才频繁起来 这样这两种音乐 这样西域的音乐 才有可能大量的传到内地来 和中原和江南的民间音乐 相融合 如果没有国家的统一 西域和中原的和江南的文化交流 就不能实现 不能实现了 那西域的音乐 怎么可能能够传到中原和江南来呢 所以说艳乐的起源 只能是这个时候 而事实上也是这样的 艳乐形成于隋唐之界 但是到了唐玄中的开源天宝年间的时候 它就很兴盛了 这是艳乐的兴盛的时期 艳乐兴盛了 作为艳乐歌词的词 才有可能产生 你这个音乐都很流行了 所以人们就要唱啊 要唱就要有词来配合 所以艳乐歌词 才有可能产生 所以我们判断词是什么时候产生的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 它所配的是哪一种音乐 这种音乐是什么时候产生的 什么时候兴盛的 我刚才讲了 艳乐的形成在隋唐之界 兴盛在唐玄中的时代 这是从理论上来讲 从事实上来讲 我们从敦煌曲子词里面 确实发现了唐玄中时代的作品 这是关于词的起源 第三个问题呢 词的体质 词的体质 也就是词的形式特点 这个问题很复杂 所以我今天讲主要部分 讲主要的 第一 词调 词调又叫词牌 它是词的音乐依据 或者说是格式 像大家熟悉的 易江南 苏木之恶 锐龙吟 音题序等等 这都叫词牌 按照这个字数的多少 词调可以分为三种 一种是小令 一种是中调 一种是长调 清代有个学者叫毛先书 他在填词明节里面 对这三种题材有一个规定 他说凡填词五十八字以内为小令 说五十八个字以内了 就是小令 五十九字 始至九十字 止为中调 九十一字以外的 就为长调也 后来大家都跟着这样讲了 五十八字以内的是小令 五十九字 至九十字 止为中调 九十一字以外的 就是长调 这就是小令 中调 长调 小令 你看 易江南 江南好风景旧城安 日出江化红盛火 春来江水绿如南 能不易江南 三十二个字 小令 我们再看书木哲 在范仲淹的词 碧云天黄叶地 秋色连波 波上寒烟脆 三亿霞阳天结水 芳草无情 更在霞阳外 按香魂 追李氏 夜夜除飞 好梦留人睡 明月楼高 修读矣 久入愁藏 化作香丝类 七十八字 中调 长调 像锐浓银 这个太长了 我就不念了 等到我们讲周邦言的时候 我会给大家讲这首词 这里面是说故事 而且还是一个回环曲折的故事 需要说明的是什么呢 关于小令 中调 长调的这种具体数字的区别 关于小令 中调 长调的这种具体字数的区别 虽然有不同的说法 但是小令 中调 长调的分类 还是被大家接受的 你看看人家讲的 你看 说这个 你看这个小令 中调的规定 有些比较机械的 是吧 说五十 五十八字以内为小令 那难道五十九字 就不是小令了吗 小令个中调难了 就缺一个字吗 不会那么机械的 所以有人觉得这种规定 有些实版 我给大家一个 参考的意见 比方说我们说长篇小说 中篇小说 短篇小说 我们有一个具体规定吗 没有 凭感觉嘛 感觉就行了 你感觉这个是个小令 感觉是个长调 不长不短的就是中调 是啊 你不必那样 非要给数字啊 到时候我问你 说这是小令 还是中调 你还一个一个去数啊 没必要的 凭感觉就行了 就像现在的这个 长篇中篇短篇 有些也是 都是凭感觉的 这个一个词调啊 或者词牌 往往有多个名称 你比如说像易江南 它又叫梦江南 又叫旺江南 又叫江南好 它的名称多达十三个 词调啊 规定了词的格式 这点很重要 所谓调有定句 句有定字 自有定身 一个词调规定了 你这个词调一共有几句词 这叫调有定句 每一句有几个字 这叫句有定字 每一个字规定是平生 还是这生 或者可平可遮 这叫自有定身 所以我们说词调啊 是词的格式 这是词的最根本的特点 早期的词人 都是按曲谱来填词的 按曲谱 后来曲谱失传了 那人们怎么填词呢 人们就按词谱来填词 现在我们说的按谱填词啊 都是词谱 而不是曲谱 数以千计的曲谱 是怎么诗传的 到现在还是一个谜 你说唐宋时期 尤其是北宋 五代的时候 该有多少曲谱啊 怎么后来到南宋 就没有了呢 所以有人说 可能是曲谱太多了 太多了 大家不把它当回事 还有的说是北宋灭亡的时候啊 金朝人不是把北宋的两个皇帝 还有那皇后 还有妃子 宫女 还有宫廷里面的月宫 全部都挪走了 所以当时还把宫廷里面大量的图书 地图 甚至包括乐谱 也拿走了 那问题是 这东西拿走之后 你的金朝应该也很有保留啊 再说你只是把宫廷的 努力也走了 那民间应该还有曲谱啊 所以说是个谜 搞到后来人们填词的时候啊 就很麻烦 因为它不能按照曲谱填啊 它只能按词谱 什么按词谱呢 就是按照唐宋时代的民家填的词 然后一样画葫芦 你白绿衣的一江南是怎么填的 我现在要按照你的一江南来填 我不是按照唐宋时期的一江南的曲谱来填 那不就隔了一层了吗 词的格式和律式的格式是不同的 我们知道律式只有四种形式 你看 一种是五言 一种是七言 五言的有平起式 有折起式 平平这这平 这平起式 这这平平这 这折起式 七言呢也是平起式和折起式 七言 平平这这平平这 这是平起式 这这平平 这这平 这折起式 是吧 四种格式 这个律式就这四种格式 无论你怎么变换 就这四种格式 但词就不一样了 词有多少个格式啊 两千三百多个格式 太复杂了 有时候一个词调 或者词牌 往往就有几种格式 每一个词牌的格式 就叫词谱 所以康熙年间的时候啊 万数编了一本书 叫词律 词律收了六百六十调 一千一百八十个格式 后来有人还真不来 一百六十五调 四百九十五个格式 到康熙五十四年的时候 陈廷敬他们 又编一个清定词谱 收了多少呢 八百二十六调 两千三百零六个格式 这些词谱就是教人们 怎样填词的 比方说现在我填词 那我就得按照词谱 所以按照词谱的字数 平折 以及其他格式来写词 就叫填词 词是要填的 就是按照词谱规定的字数 规定的平折 还有其他的格式来写词 叫填词 如果大家要写词 就要按词谱来 上个学习 我收到一个同学 填的词给我 我就强调 要按词谱来 如果大家觉得 这两本书太复杂的话 那就看简单一点的 我现在跟大家介绍一点 简单一点的书 这张好欧主编的 诗词写作教程 我不是在这里推销书 我没有给他推销书的义务 虽然我参加写了一部分 就是你们看到这本书的 因为有我参加写的 可能你们会亲切一点 我都不是给他推销书 因为我给他写书 我也没有拿他的稿费 我也没有义务说是 给他推销书 这是一本 当然也会比较 这个谢陶房这个人的 他叫唐颂词谱脆编 这个可以 他薄薄的 他比这个张好欧编的 这本书才还要薄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这个十多块钱 你要是爱好词 你愿意填词 你就买一本 你要填词的时候 你就翻一翻 你要按词谱来 这是我讲的词的词调 第二个问题 结构 这个词的结构 有单片词 比方说我刚才讲的 易江南 那就是个单片词 我刚才讲的 苏木泽呢 就是个双片词 还有呢 三片词 就是瑞隆寅 刚才都没讲的 瑞隆寅 单片词是比较少的 三片词更少 双片词最多 无文音的音体序是最长的 240个字 诵词里面最长的词调 它分四片 这是极为少见的 这片又叫雀 我们讲上片 下片 上雀 下雀 瞧 o